赵丽颖和冯绍峰为什么离婚 知道了这些细节 你就明白了 媒体发报当初汪峰发博 说他年的演唱会即将开启 作为娱乐圈一名忠实的瓜农 凭借汪峰定律 我预感这几日娱乐圈一定有大事发生 果然 当天赵丽颖和冯绍峰 网友笑称 娱乐圈你可以不相信爱情 但是你必须相信汪峰 当然 以上只是一个玩笑 可是两人毫无预兆的离婚 虽是意料之外 却也是情理之中 早在年 时不时就有媒体爆料两人离婚 只是当事人没有官宣 大家也就乐一乐 如今 认真复盘两人的恋爱诡计 其实离婚并非无计可循 婚后冯绍峰曾被曝出轨 当时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猜测两人的婚姻能否继续 可毕竟刚结婚不久 赵丽颖也没有表示 这事也就过去了 离婚除了孩子归属问题 那剩下的就是财产问题了 既然孩子两人决定共同抚养 那财务方面结算清楚 基本上两人也就轻了 两人官宣离婚后 某企业查询网站公布了一则消息 赵丽颖和冯绍峰冯威已无密切商业关联 冯威目前关联7家公司 赵丽颖关联10家公司 双方并未在对方公司出任高管或股东 接着又由网友爆料 两人在年就找过律师谈分割财产的事宜 结合冯绍峰的出轨事件 一切就都对上了 由此可见 早在冯绍峰出轨后 赵丽颖就有离婚的打算 之所以坚持了两年 想必双方都为婚姻做过努力 真的放弃 那也一定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财产方面 赵丽颖和冯绍峰主要都专注投入各大影视公司 这几年赵丽颖的事业步步高升 相比之下 冯绍峰的资源相对赵丽颖会差很多 投资的影视公司都在走下坡路 但这不是影响婚姻的主要原因 只能说赵丽颖在物质上不需要依赖冯绍峰 离婚后也不需要因为财产问题大打官司 那么两人为什么离婚呢 在官宣离婚的文案中 赵丽颖说离婚是因为据少离多 可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明星体面的一个说辞 真正的原因还得从细节说起 在一次节目中 冯绍峰向阿雅抱怨赵丽颖没有给她戒指 前一时里 冯绍峰认为赵丽颖对婚姻的理解与她不同 我一直都以为 只有女人结婚会要求男人送戒指 因为戒指代表定情 代表稳定 原来男人在婚姻中 也会因为戒指而产生不安全感 赵丽颖不是买不起戒指 为什么没有送给冯绍峰 想必是她认为两人的感情 不需要用戒指作为媒介 可礼物虽小 意义甚大 冯绍峰坦言对婚姻产生了疑惑 她说 你赵丽颖到底是真的想跟我结婚呢 还是为了要谈恋爱 为了要结婚爱跟我在一起 这些年赵丽颖拍戏都是大女主的角色 现实中 她也是独立女性 她对独立的理解是自信 勇敢 可以肆意追求心中所爱和理想的人 赵丽颖曾在手机里翻出一段 存了许久的话 一句一句念给冯绍峰听 她有能力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生活 她一个人就可以跟世界建立起联系 通过自己的劳动 通过自己的专业 这样的生活本身是富有活力的 只有这样的人 才有能力辐射出去温暖 才有能力给别人一种信心和快乐 不是说我是一个匮乏的人 我是一个焦虑的人 然后对方就变成了一个资源 就变成了工具 两人本是拍摄女儿国 因戏生情后洗劫连理 也许当赵丽颖说出那段话的时候 冯绍峰就该明白 赵丽颖长大了 不再是那个青春懵懂的 只会追着唐僧跑的女孩 她的宿命就该是女儿国国王 她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女儿国国王和唐僧的故事照进现实 不是唐僧放弃了国王 而是国王留在女儿国事 她对自己和对事业的一个交代 去年9月份 冯绍峰突然一夜删除上千条微博 很多人都以为是婚姻出现了变故 而实际情况是 她工作压力太大 情绪无法发泄 所以通过删除微博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其实早在年 冯绍峰拍完后会无期 也是因为压力太大 在夜晚狂删微博 冯绍峰处理情绪的方法 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抱头痛哭 而她说过 每当她情绪不对时 作为妻子的赵丽颖只是站在 她旁边静静地看着她 没有安慰 这些年 赵丽颖在无数负面新闻 黑粉的攻击下 从一个小配角一路成长到85后 最具代表性的小花之一 她的努力粉丝都看在眼里 现实中的赵丽颖和剧里的角色一样 从来就不是遇事只会懦弱之懂逃避的人 她很坚强 成为妈妈后 她更是让自己变成了女强人 她和冯绍峰处理情绪的方式不同 或者说 他们就不是一类人 在《断舍离》这本书中 有这么一句话 人一定要随时清理和淘汰不必要的东西 日后才不会负担沉重的担子 生活如此 婚姻亦是 如果爱情和婚姻真的成了负担 断舍离未必不是最佳的做法 冯绍峰和赵丽颖的事业 发展轨迹是相反的 在赵丽颖还在跑龙套 演丫鬟 妹妹 女儿时 冯绍峰已经是好多剧里的男一号 虽然没有大火成为顶流 但名气比赵丽颖大得多 之后赵丽颖凭着自身的努力 一路从配角做到了绝对的主角 获得多个大奖 而冯绍峰却走了下坡路 资源越来越少 电影《女儿国》是冯绍峰和赵丽颖 爱情的开始 当时的爱情有多甜 冯绍峰给赵丽颖照镜子 赵丽颖为冯绍峰图粉底 两人像孩子一样打闹 电影工作人员说 他们的那种相处是非常纯粹 非常干净 非常匹配的一种关系 就连出席活动场合 冯绍峰都深情地望着赵丽颖 赵丽颖的眼睛里也发着光 2021年10月16日10点07分 他们官宣结婚 10月16日是赵丽颖生日 10点07分是冯绍峰的生日 5个月后 冯绍峰发文 知否知否 应是一家三口 宣布当爸爸 前面有多甜 后面就有多虐 在幸福的婚姻 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 冯绍峰还是出轨了 有女网红爆料 说冯绍峰是个特别会谈恋爱的人 她喜欢自由 婚后的她特别难受 因为没有了自由 冯绍峰和赵丽颖没有举办离婚 结婚后也极少数在公开场合提及对方 也不秀恩爱 赵丽颖从来不在节目中提及冯绍峰 冯绍峰上节目提到赵丽颖 也只是夸她演戏认真 说她的世界全是戏 赵丽颖不懂冯绍峰想要什么 冯绍峰也理解不了赵丽颖的某些想法 两个人看似很自由 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空间 然而实际上 这种自由就是造成他们现在自由的主要原因 莎士比亚说 不如意的婚姻就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鸡云斗 不得安生 相反的 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好和 幸福无穷 娱乐圈为什么好多看似幸福的婚姻最后都走到了尽头 婚姻到底该如何经营 其实明星也好 普通人也罢 婚姻就是一场修行 经营婚姻更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幸福的婚姻不仅要经得起柴米油盐的考验 更需要双方的爱 需要对彼此的包容 理解 体谅等 只有这样 在婚姻的道路上 两个人才能携手越走越远 越走越和谐 婚姻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 赵丽颖和冯绍峰终究是离婚了 遗憾的是连婚礼都没有 不过如今他们能各自欢喜 也未尝不是最好的结局